三峽區龍埔里里長為了方便地方民眾 連續五年都在里內的空地舉辦機車考照 不過今年過後空地即將要興建大樓 里民想要就近考照 場地恐怕就要另外找了 為了方便地方民眾 三峽區龍埔里連續五年都在大學 以及山樹路旁空地舉辦機車現場考照 不過因為場地即將興建大樓 龍埔里就地考照 今年可能成為最後一屆 因為這次最後一屆 三峽區的機車考試 因為這個場地 在7月17號就要動土了 所以以後就沒有這個場地 可以再練習和考駕照了 不過由於每年報名人數眾多 不光是龍埔里 還涵蓋了三峽及樹林其他地區民眾 因此議員和里長強調 一定會幫大家努力爭取別的場地 來進行考照 我想我們一定會的 我們去找一看學校附近有場地的話 那我們就會繼續辦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沒辦法 我們就要停下來 其實樹林檢禮站就在附近 目前還沒有場地讓民眾就地考照的情況下 還是要請民眾自行前往建立戰考照 專家新北新聞三峽採訪報導 我們就要請民眾自行前往建立戰考照 我們就要請民眾自行前往建立戰考照